作詞・編曲 李宗盛 我覺得一男一女 能夠結婚是一個緣分 大家要珍惜 我是歐衛科當大巾姐 小時候我也有接觸婚禧 媽媽帶我去姨媽姑姐婚禮 看到有美人、美景和有食物 很喜慶 我想如果我將來長大 我可以做這行會很開心 1993年成立了第一間婚慶的婚禮顧問公司 今年正是我的三十週年紀念 這是嫁女餅 紅嶺、黃嶺、紅運當頭、金銀門屋 嫁女餅即是表示嫁得出 很多新女餅就派餅 還很開心終於嫁得出 椰子也有分公餅 煎公圓餅 成雙成雙對 結婚豬就代表好生養 大豬籠可以放起餅或吉祥糖 豬籠子可以放起糖 譬如這個 錢多多 早生、貴子、紅棗、化生、貴園、蓮子 很多時候我會叫新娘和新唐哥 親身把這四個吉祥氣缸放在床上 喝杯新抱茶富貴又榮華 我們令到杯茶更加豐富 好意頭 譬如我們加兩顆紅棗 表示紅運當頭 加上蓮子就連生、貴子 我們再通茶 這是新娘的頭飾 配霞胚或鳳冠是很漂亮的 你看到 潑浦大舟 雙滿了豬等等 我們裙子都很漂亮的 這間都有特色的 因為傷滿了很多 是鯪鯪的 新娘一直走的時候 鯪鯪鯪鯪鯪 就是 人都知道她來到 很開心的 其實我小時候 大蠅姐的江湖地位很重要 有個大蠅姐陪著新娘才可以嫁出去 但是到我長大了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大蠅姐的地位 跌到很低 很卑微 大蠅姐這麼多年來 的確累積了很多缺點 不能夠與時並進 神婆又超級迷信 很多年輕人是不接受的 當時其實心裡有一團火 這團火就說 我要挽救大蠅姐 我真的繼續傳承 這麼優良的傳統 怎樣幫到新娘 怎樣令婚禮更加氣勁 更加吹吉避兇 更加好意頭 坐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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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vilion Hall The Bible Room OK 開廚間時是很大挑戰的 所以我要反傳統 摩登大蠅姐 大蠅姐是認識傳統的大蠅姐 但傳統之外 還可以加一些新的 配合時代進步 緊不緊張 還可以 還可以 好 加油 好 記住 接個花球 它取得美人歸 加得 舒舒服服 行幸福福 恭喜 先派給姐妹 待會姐妹齊了 就派了 拍完嗎 不如我和你拿出去擺 我們會兼任婚禮顧問 做一個婚慶顧問 應該要做 他覺得 找一個大蠅姐 我們做一個節目表 時間表 流程表 道具表 用品表 他覺得大蠅姐 就很幫得手 《車輝紅》 剛才我便說 爸爸 請你將女兒的手交給新郎 交時你說 你自己想著那些東西 說幾句 拿開門禮仕 我們有個口號 大家到時搭手 仔來中間 開門禮仕 五萬九 不讓一腳踢你走 Yeah 接著你們可以幫忙穿垮 我們說婚禮的儀式 都是說情住 第一 就是親情 新娘穿上龍鳳垮 龍鳳呈牆結良緣 母親邁上童心簾 永結童心定百年 新娘穿上繡花鞋 顧貴榮華齊共響 今日嫁得有情郎 明年天丁 幼吉祥 幼吉祥 蓋過紅蓋頭 新娘就紅運當頭 有恋結束 啊 好 好 好 太好了 好 好 英華來勤勤 你爭啦 好 今天大勇抱 好 明年就有孫婆 感恩父母帶她來這個世上 將她養育成人 所以我們說 為何那杯媳婦茶這麼重要 這杯是感恩茶 經過父母的養育之恩 第二是愛情 那對新人相知相愛結為一切 二合為一 這個很重要 將來傳宗接待身所相傳 我們就說大家要珍惜對方 第三就是友情 大宴親朋友來 其實很多朋友等喝一餐等了很久 我們會很開心 等你開心 享受這個過程 記住 一生人一次的婚禮 最重要是享受 兩生人一次的婚禮 讓我們能夠進入廚房 出教堂 我們有基督教的大禁者 有天主教的大禁者 等的基督徒或天主教徒 覺得同一個宗教沒有任何衝突 做著工作的時候 我是最開心的 因為我很享受這個工作 而且你想想 結婚當天 美人美景 接觸不同的人 有時我會很感恩 很感謝客人 因為客人來自不同行業 他們會帶給我新知識 新思維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不斷學習音 只是在客人吸收到 然後我要回一頭 一手一腳 給男腳 武師進場 武師令他們進場 15人 推動了很多 第一 我們把玩夠到大禁者這個行業 也提升中式婚禮 是一個喜慶的形象 讓新人都覺得大禁者不是多餘 是幫到手的 是熱流有氣氛的 中西合璧的婚禮 才是我們說港式的婚禮 所以我是帶動了很多港式的婚禮 我們去到 譬如說 國內 去台灣 去新加坡 去馬來西亞 我都有繼續開班 教學生的學生 可以遍佈全球 令到希望他們可以傳承到中式的婚禮 一些優良的傳統 這個最重要 麻煩爸爸拿這棵帳 這棵帳 這棵帳厲害了 這棵帳 就叫做 碰個棵帳 這棵帳 是越吃越甜的 將來他們永遠都是甜甜蜜蜜的 好 好 我們大家一起高舉這棵帳 碰個那棵帳 這棵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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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第一女了 謝謝你當年的祝福 真的很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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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遇到三十年前的我 我會跟她說 你做得對 放膽去做 努力去做 盡量去做 婚禮這個行業是帶給人開心的 傳承中式的婚禮其實很好 因為中式婚禮就是一個感恩的婚禮 多謝父母的婚禮 多謝你對你的外人的婚禮 所以記得要享受這個婚禮 我希望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中式婚禮 有華人的新娘 那個新娘就穿中式的嫁衣 將中國紅這個喜慶的嫁衣 帶去世界的舞台 有中式的婚禮 又有大綱者 大綱者可以幫到新人 辦一個喜慶熱鬧感恩開心的婚禮 傳承中式的傳統習俗 不單要靠我 還要靠你 靠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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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